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丹麦sir 关卫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拼经济》、《反望部》 好,今节我们讲讲有人三分颜色上带红 就是独派人士,即台独分子 在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 和美副总统何锦丽的30秒事件 因为日前赖清德以特使身份 出席红都拉斯总统加斯特罗的斗绩典礼 对了,和何锦丽这位美副总统 是一起坐在第一排 两人有30秒的 大家虚寒问暖 台媒就说 究竟这30秒可以说到多少 不过,当然台媒就说 谈了很多事情了 30秒都谈了很多事情 真的好笑 不过,何锦丽就好像要和别人不切割 不督灰 何锦丽就切割了 没有督灰,又拍到照片了 何锦丽就在他的社交媒体 在Facebook、面书上释放出来的照片 没有并未显示和赖清德同框 在一起 那么惨? 为什么呢? 岛内的媒体就说 其实那些绿媒不用这么开心 他们访问了一位学者叫汤绍成 他就说 不要这么开心 我们不要小小事就这么开心 美国是采取战略模糊的政策 对于美国来说 这个才是最有利的 不要说什么外交最大突破 有什么突破? 30秒 人家虚寒问暖 人家虚寒问暖之后 也不会放你把照片一起 所以这些真是自己开心 真是自己开心 不是开玩笑 我只觉得 一这么小事情 你们就这么开心 怪不得美国人叫你买什么就买什么 最重要是买 另外 这个30秒 这些绿媒说得很厉害 是台美扶元首 当然乃清德是副厂长 首次在国际的场合上面 自然地互动 好搞笑 互动互动 还是自然地互动 又被动 又不自然互动 那乃清德就立刻告诉随行的媒体 我这个行为就代表台湾得到美国的帮助 三十秒很厉害 三十秒也挺多解读一下 就说 我代表台湾地区向何感礼 感謝美国推广 较台湾的毛机 � Jefferson 钦鲁盆amiento 就主动向前搭嘴 即是搭散 他叫搭话 这个台湾人叫搭话 搭散 其实就是搭散 而贺锦丽微微点头认同 微微点头认同 你讲到说谈了很多事 典礼的座位安排 是赖清德、贺锦丽 还有哥斯达尼加总统 还有西班牙国王菲利浦六世 是相近的 即是坐得很近的 很搞笑 因为刚才他说了哥斯达尼加 为什么? 是哥斯达尼加 这个大字 很大是大 我才说得很伤心 但是西班牙国王是被他的民众离弃了 大家记得我之前做的节目 因为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以及比较多情 所以离弃了西班牙国王 西班牙皇室的官方网站的影片 都可以看到菲利浦六世和赖清德 有点头的 难道真的不理你吗? 这个好笑 刚才说是哥斯达尼加 我以为是什么哥斯达尼加 哥斯达尼加 是哥斯达尼加 政府网站真的写哥斯达尼加 哥斯达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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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搞笑 根据 赖政府 他们 继续放出来的照片 他们的释出 释出的照片 就显示 副 领导人 赖清德 出席 典礼时 说得很劲 是站在 美国副总统 贺锦丽的左手边 而且 有短暂的交谈 30秒叫交谈 你不要说得那么劲 你这六回仲说 谈了很多问题 什么地区安全 30秒你说了这么多话 说了这么多 神经病 不过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他自己的官方的Facebook 就是脸书 很搞笑 贺锦丽的左手 只有一只手 贺锦丽的左手 只有赖清德那只手 只有赖清德 是没有出现在照片当中 哈哈哈 这个30秒事件 你自己赌内 你知道了 这些六回仲吹得很大 就吹到大一大 结果人家就给了一只手 乃清德有上镜 只手 哈哈哈 后来 这个T台 就访问了 正大是马英九的武校 正大国际关系 所 叫做 兼职教授 因为他叫兼任教授 这些真好搞笑 兼职教授 哈哈哈 不是全职的 这个汤绍成就分析 美国要对台湾地区交代 但是呢 亦都更加重要是不敢得罪北京 要令北京知道一中原则 这个就是 美国的一中政策 所以他就用无悔的政策 对美国来说才是最大有利的状况 根本呢 就不需要过度放大 对呀 真的不需要过度放大 30秒你这么厉害 有些网友说30秒中了新冠 新冠好像 不用30秒 我记得 十几秒都可以 对呀 十几秒 你刚才说是十几秒 当然啦 独牌就觉得 喂不够 不够 30秒都不够 比30秒你都很好 就是来自 号称是赖清德的 最坚实支持者 就是这个 台独理论大师 亦都被誉为台独教父 独派的一个教主 林竹水 林竹水 真的是三分颜色上大红 他就觉得 我全部引述他 那些什么邦交国都引述他 当然台湾是中国部分 什么邦交国 就很少了 我全部引述他的面书 Facebook上面说 他就说 同母邦交国外交 不管总统 副总统得到的待遇 怎样改善 在可见的未来 张仍然很委屈 例如呀 所有过境礼遇 其实过境时 都是没有好的礼遇的啦 他的原文是过境不礼遇 即是说他就有点怨气了 为何过境时 得仔乃清德 你们都不可以礼待一下他 呃 你是什么人啊 对咯 哈哈 那么他也都说呢 有改善固然是好事 但是不景和正常 还有 还 很有距离啦 那他真是说了大实话的 这个是说了大实话的 不过呢 他就觉得美国好像不够啊 应该再踩界一点 那么美国肯不肯 当然不肯啦 你试下宣布台独啦 美国都不肯啦 是吧 那他也都说 还不应该 敲罗打鼓搞大内宣 那他这个是说了大实话 其实这些都是大内宣 就是给那些深陆分子 台独分子看的 是吧 嗯 那我们看到了 那些 深陆友 也都说 唉 其实呢 都很好啦 很难得啦 继续加油啦 那也有人说 你们民进党搞大内宣很强的 塑造新的陆营共主 也都是 叫做 令到党内的 绿粉都好嗨 那实际上是 嘿嘿嘿嘿 那 也都令到 很多台湾年轻人 很开心 这个就是大事了 嗯 那也有人说 没所谓啦 有底没有啦 那我也觉得是 那 也有人说 台湾地区在 国际的困难 就是要跟其他 国家多互动嘛 不是什么大内宣来的 互动 共自币人家都不愿意把你的照片放出来呢 30秒那些 就算是互动 也是 很微小很微小的 可能只是说个嗨 或者 哎呀 怎样呀 吃了饭没有 差不多了 是啊 互动啊 你真是呀 就是啦 也有人说 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 呃 台湾护角神山 全世界都要来朝拜 哈哈哈 你以为是什么人啊 这些心目有来啦 不用说了 那也有人说 其实 贺锦丽公开透明点好啊 是啊 他现在就是不把你的照片放出来 就是把你的手放出来 哈哈哈 捧着手 另外呢 赖清德是 过境美国的 那么呢 他就见了这个混血儿 就是 台湾地区 萧美琴 对啦 萧美琴 这个好搞笑啊 赖清德 他在过境美国时 就大声地说 已经完成了交付的任务了 原来那30秒 哈哈哈 就是交付任务 哈哈哈 哎呀 那些陆媒说得很厉害 是圆满出访 拼外交 拼外交引号啊 请问拼了什么 除了那30秒之外 哈 我真的不知道了 那么 他们怎么说呢 就是 赖清德出访 宏都拉斯 即是红都拉斯 哈哈哈 你知道他们那些了 红都拉斯 那么过境美国 啊 已经是圆满告一段落了 出访期间 行情相当密集 即港道 好像很受欢迎 好似很多事情要做 是的 哇 时间拥到滴水不漏啊 反台之前 赖清德 在飞机上 感谢了所有 参与这个专案的人员的协助 才可以完成 蔡英文交给他的任务啊 那赖清德他面书怎么说呢 我们全部引述的 我不是台独分子后引述他 就是说 我恨感谢此次 所有参专案的 国驻管处 是驻管处啊 即是管和处 他们喜欢什么 什么都写了一堆 因为有大家 神密的规划 妥善的应变 妥善应变是什么 那三十秒 才能完成 总统引号 所交付的任务 真是 很荣幸和大家一起 在贵国聘外交易引号 我引述他 当然台湾是中国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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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了 台湾我要回来了 台湾我要回来了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翻译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翻译 赵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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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 进行一场 反华的 就是这个叫做 达赵洛西 善上对话 浪飞之前 终于可以跟自己的党工 这个驻美代表 萧美琴 吃个午餐 他们撞一撞手争 我也有看的 说一下家常话 其实他也在面书 说了他今次 外出的心情 賴清德 就以这个 叫做特使的身份 参加宏都拉斯 首位女总统 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 也有同 大肆宣扬 跟美国副总统 何锦丽有自然的互动 但他没有说三十秒 也留下了 说得多好听 台美副总统 引好 第一次在国际场合 国际场合 同框的画面 但别人不留了 你留了嘛 免得你 这趟旅程 赖清德 回程的时候 也去过 洛杉矶和三藩市 因为这两个地方 最多是台包的 已经返回到台湾了 我知 赖清德这次任务 势力 幕后的重要工作者之一 就是肖美琴 当特使 大清德 在美西时间 到达 三藩市的时候 当地的乔包 已经在赖清德下塔的酒店 前面欢呼 大声说 加油 加油 台湾加油 看到肖美琴也说 思思相为钱 其实这些 台包一般来说 我认识的 有些实力的台包 都是支持国民党 这些可能是新一些 即是年轻一些 肖美琴 就告诉台媒 今次 拼外交易引号 就是要加深 予恃意认识和了解 不过只有三十秒 这个也不说的 他也说 有助于美国正要进一步了解 我们 和未来发展方向 这个 非常珍贵的好机会 基于防疫的安全 拉清德过境 都只可以在线上进行 会谈 那 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位 台包 去见他 去接他 十几个有没有 有没有死了四十四个 OK 这个就在南加州 北加州有四十五个 加上不足百人 拉清德 这次的美星当然 和肖美琴 举行一个记者说明会 三十秒钟都会开记者会 真是厉害的 哈哈哈哈 三十秒钟 先公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是好事的 新年快乐 大家都是中国人 并且表示特使团队和采访团传员 通过了新冠测证 任性 可以反台 耶 记者会结束后 台媒就问肖美琴 对于拉清德 这次过境美国的收获有什么 他就说 偏威之后補威乎 这个拼外交引号 当然不是外交 台湾中国的部分 我引述他 加深了彼此的认识和了解 增强两个地方的共同利益 还有价值的凝聚 他也说 跟美方所有的互动和对话 都会追随于安全经济价值 经常都说价值 那又是说那些 这个价值当然包含民主自由 来来去 他没有东西可以卖 你来去就是说这些 还有 美国各界的防疫医疗 卫生领域的合作 民主价值的强化 其实禁有自尽时要强化强化强化 他就认为 双方在各层面 都可以更加深的了解 都很有成果的 那24小时和30秒钟 和24小时就这么有成果 也都问到 賴清德 这次重锤出击 什么时候再有下一波攻势 什么时候再出访下次 蕭小姐就说 这次很成功 但是至于什么时候呢 就看疫情 还有看 赌内的评估还有决定 还有驻美代表会 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 他以为 他也说除了 台湾地区的高层出访之外 美国政要 都想访台 其实都是那几个反华那些而已 他就说 华国很劲 大把人排队要来 真厉害 陆足有越来越多人 向台湾地区申请 这个叫做 气泡 防疫气泡 快点到台湾 吴少美琴也说 赌内因为疫情的关系 近来缺乏高层的互动 透过赖清德出访 美国 过境呀过境 你说到出访 你看他的语言 是过境而已 过境而已 出访 出访的话 应该是 真真正正有些 公开的官式 记者会 那些 如果 如果真的这么重视 你应该拜登也来 应该 起码 贺锦仁也和你入餐饭 不得限地理 令到美国政要进一步了解台湾 24小时就很厉害了 对于整个区域 你们听着 对于整个区域的形势 对呀 又进一步认识 30秒都这么厉害 如果给你讲足一粒钟 那又不会给他 他就认为 这次 的行程非常非常珍贵 亦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这也挺好笑 这些 中美洲国家 台湾都是给钱的 真心来说 林竹水 说得挺对的 不如连续上头带一点 他过境的话 肯给你过境也挺好的 真心来说 你还说 为什么不禮待我们 为什么要禮待 你不是国家 那三十秒互动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 叫巴巴坦 巴巴坦 当然 我觉得他外交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部分 好像说 这个波板汤 你这么开心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 都是只有这样 最多就是只有这样 是啊 你已经是这么开心了 可能那三十秒 贺锦丽说 我给了三十秒的 鱼块给你 麻烦你买 买多些 武器 我们也看到 有机会选总统的 总统引号 就是 这个侯友谊 他就说 把自己的角色做好就可以了 就是 你吹嘘得这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问到 奶清德 和贺锦丽有互动 哎呀 其实德国三十秒 这样打个资夫 你说得这么 厉害 当然 侯友谊 他就是说 做好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角色 每个人 把自己的角色做好就好了 没错 说得对 说那么多 干什么呢 这个侯友谊 大家有听过 那都 那都 就是那个 台湾主持 他好像身体 是啊 现在身体 是 好像是 血管 有些事情要做手术 也十几天 侯友谊是他的舅舅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是他的舅舅 侯友谊说他现在身体状况还好 慢慢会康复 好 也希望 挺有趣的 这个明星 原来他 还不够黄祖南高 只有1.57 不过 太太相当漂亮 当然 很有才华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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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